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準備要搭高鐵去工作 那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我會為大家示範 我平常是怎麼利用搭高鐵的這段時間 快速的完成我的妝容 那話不多說 Let's go 那現在呢 首先為大家展示一下我化妝包裡面 平常都裝些什麼 那我所有的化妝品呢 都是Black Monster 它是來自韓國的一個品牌 而且是專門為男士所設計的美妝品牌喔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觀念呢 就是在上底妝之前 最好是先上一點妝前乳 那我都是用這個 Black Monster的淋毛孔妝前乳 在上底妝之前呢 先擦一點 它可以讓你的底妝修飾效果變得更好 那接著下來呢 我會使用這兩個 第一個是Black Monster的 男士清爽BB乳液 跟這一個 Black Monster的 歐迎萬日晚霜 那這個Black Monster 歐迎萬日晚霜呢 日霜的部分呢 可以提亮我們的膚色之外 還可以達到反曬保濕的效果 那晚霜的部分呢 它一樣可以保濕 但它還多了一個 可以淡化我們皺紋的功能喔 那這個呢 男士清爽BB乳液呢 不僅遮瑕力效果非常好 也不會浮粉 我通常都是將這個BB乳液混合一點日霜來做使用 讓它更貼近我的膚色 那你們也可以依照你們自己的膚色來做調和 而且最重要的是 加了日霜之後 它還有防曬的功能 可以保護我們的皮膚 遠離紫外型的傷害 那其實上完BB乳液之後呢 我們底妝就差不多了 但我通常會加上這個 Black Monster的男士遮瑕筆 用它來修飾我最近因為凹夜所造成的黑眼圈 還有痘痘的部分 點在蝦刺處 然後再用後面這個海綿把它推開來 那我們底妝就大功告成了 那上完底妝之後呢 還有個最最最最重要 也就是我們的眉毛 那這個Black Monster的眉粉筆組合呢 它裡面很貼心的附有一張眉卡 就算你是不會畫眉毛的新手 也可以依照這個眉卡 畫出自然又好看的眉型 最後最後也千萬不能忘記 就是我們的嘴唇 那我都是用這個 Black Monster的男士潤色唇膏 像這樣子打開來按個兩下 然後輕輕一點到我們嘴唇上面 嘴唇就會看起來非常的有氣色 而且不會太過紅 以上呢就是我為大家示範 我如何在工作前利用搭高鐵這段乘車時間 完成我的妝容 那之後的影片呢我也會教大家 我是怎麼樣打高鐵的時候 完成我的頭髮 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